Hello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健康的飲品 因為最近我除了健身外 也有飲這個飲品 它可以幫我排毒 去廁所去得好一點 就會瘦得快一點 所以我就想介紹這個產品給大家 其實很有趣 它有分Step 1 Step 2和Step 3 其實它是一包細細包的蔥劑 其實怎樣喝的呢 你可以每一天早上喝Step 1 Step 2是飯前喝 Step 3是飯後喝 Step 1 其實它是一個 可以幫你清除縮便的產品 其實我自己喝了一陣子 我覺得它比起其他同類型的產品 我覺得它有效果多一點 因為它是馬上感覺到去廁所是去多了 而且你去多了廁所 皮膚也會漂亮一點 Step 2呢 Step 2 它是荔枝味的 剛剛那個是奇異果味 這個是荔枝味 我很喜歡 我最喜歡就是這個 我會當它水感喝 而且飯前我會沖一杯來喝 這樣就可以有一個飽肚一點的作用 而且它可以阻隔你正餐 不要吸收得那麼多 因為我都挺喜歡吃東西 而且挺喜歡吃零食 所以我覺得這個Step 2對我來說 是很好 可以讓我頂一頂肚 而且有時候拍攝消磨 吃宵夜的時候 我會 這麼晚吃飯 你會覺得很聚焦 所以這個Step 2是幫到我的 那Step 3呢 是什麼時候吃的呢 Step 3呢 是一個吃完飯之後會吃的東西 也是 我吃完大餐之後 其實你有很多時候 你很有罪咎感 你吃了一些肥膩 或者甜的東西 那你當然是想排出一些毒素 對吧 所以Step 3呢 就是幫你隔了一些油份 然後呢 也是把你一些髒的東西 包著出來 所以這個Step 3呢 是一個提子味來的 也是很好吃的 平時我自己呢 很喜歡去買一些 咖啡啊 或者是奶茶這樣喝的 那 有時候會 就是 可能喝一杯東西呢 就代了一頓 那 變了 我覺得這個產品呢 其實是 可以代替了這些咖啡 奶茶去頂吐的 因為 可能有時候我們女生呢 不太喜歡喝水 因為淡淡淡 沒有什麼味道 那這個 加了這個味呢 其實是 真的 挺好喝 而且你真的會當它果汁這樣喝的 那我現在呢 就可以示範一次 蔥給大家 在大家面前喝了 因為呢 我都 今天 還未喝Step 1的 所以就選Step 1喝了 奇異果味 好了 那其實呢 我們預備了一個 膠杯 那 一個 蔥 Step 1 好了 那我就 倒下來了 那其實呢 你自己喜歡 蔥多少水都可以 但是我就建議大家 蔥大杯一點 因為其實它也很甜的 即是不是很甜 它那種 甜是天然的甜味 那因為你蔥大杯一點 所以它也是 有個味道在這裡 還有 喝多點水 對皮膚好一點 拌勻它 就是這樣的顏色 很開心啊 我在泳池那裡 跟大家開心分享 哈哈 哈哈 乾杯 我很喜歡它那個 淡淡的甜味 它不是一個很假的味 還有 嗯 可能其他的排毒飲品 都會比較 有一種很奇怪的味道 但是這個呢 它真的是一個 天然的 水果味 還有它是 對 有三種味 有奇異果味 荔枝味 還有提子味 所以我覺得 大家可以試一下這個 要喝得這麼快呢 是因為呢 如果你不快點喝完它 它會停住在底 所以呢 我就要 乾杯了 乾杯 乾杯 好 好了 那我呢 就要喝完了 因為很乖 希望我下次再帶一些 好的產品給大家 還有 可以在不同的場景 去做給大家看 耶